怎么会看到凶宅这两个大字的广告呢 大家应该都比较避讳凶宅啊 不过呢在屏东呢却有房中业者号称凶宅达人 他内向操作就直接在这个宣传单上 打出凶宅两个大字 反而意外的引人注目 也让一些想要捡便宜的投资客上门询问 让这个成交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你没看错大大的凶宅字样 广告直接张贴在路口 不避讳将房屋的过去摊在阳光下 让人流浪 这种另类行销反而让房屋热销 成交率几乎百分之百 原来讲我凶宅其实是最难处理的 因为一旦日后发现的时候 我们没有事前告知 那后边一定选格又要上法院 原来想出这个方法的人 就是他屏东市的房仲业者黄明慧 他认为与其刻意包装隐瞒 想尽办法将房屋脱手 之后再处理后续问题 倒不如将丑话讲在前头 就是这样的思考模式 让他直接在宣传单上打出凶宅二字 我们倒不如事前说 那因为事前说有一个好处 是愿意买的 你就没有任何问题嘛 黄明慧说 凶宅的接受度不高 但有固定客群 所以会打电话询问 几乎都是有意愿承接的 会来看屋的 除了本身没有禁忌外 几乎都是投资客 更好卖 反而更好卖 因为一看到凶宅 又会打电话来 几乎命中率就百分之五十八啦 标明凶宅销售 黄明慧逆向操作 反而炒出高知名度 也获得凶宅达人的封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